我们刚刚看到的是民众党在凯道的造势晚会 那我们稍后也持续带您来关注 我们要先来看到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今天晚上从南到北赶场 那么稍早在台南举办迎向胜利大造势活动 赖清德的妻子吴美如也亲自现身力挺 我们带您来看稍早的现场 总统候选 总统候选 大家好 谢谢大家 举串总统候选委员 五位的一党 台南市最年轻 最怕拼的六位委员 赖会员委员 郭国文委员 陈廷飞委员 林怡晴委员 林俊宪委员 王定宇委员 以及 我们一定要求求成功的王毅川委员 台湾后这几个礼拜遇到的每一位相亲 在我跟赖清德共同承担 台湾未来责任的过程当中 有你们的加油 有你们的鼓励 有很多长辈送我菜头包子 还有各种喉咙的保健食品 让我现在可以大声跟你们讲话 当然 还有很多在路边高喊我爱你的尖叫声 大家都是挺台湾的正能量 也是让台湾不断进步的力量 这半年以来 川英文总统担任台湾 创造经济成长的新动能 投资基础建设 也调整我们的经济结构 进行能源的转型 争取多台商资金回到台湾 同时全世界的外资也看好台湾 投资创造了新高 同时我们政府也努力开拓全球的市场 跟美国 加拿大 英国签了贸易跟投资协定 我们用让世界信任的标准 接轨世界的经济 让世界信赖台湾产品的品质 信赖台湾产业的活力 台湾产品出口国际 创了历史新高 台湾人均GDP也超越了韩国 国际上虽然有很多的变局 包含全球性的通膨 美中贸易与科技的竞争 新冠肺炎带来对全球性的冲击依然存在 但是我们一起努力 一起克服困难 一起往前走 我要特别感谢这半年来 加副英文建户 一起壮大台湾经济 让台湾更繁荣的每一个人 包括我们的经贸团队 投入我们基础建设的每一位劳工朋友 包括让我们的能源电网 更具任性的工程师们 我同时也要谢谢所有民间产业的力量 我们每一个工业区的大中小企业 每一个生产线上的作业员 每一份创新的力量 谢谢你们 让世界知道 台湾是全球繁荣的关键元素 谢谢 嗨 大家好 我是盈彤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